加拿大可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移民大国了 移民政策有一百多种啊 很多人都以为啊 加拿大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高科技行业应该是相当发达 但其实对加拿大来说 农业才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啊 加拿大是拥有全球第二的广貌领土的 有着非常丰饶的土地资源 矿展资源 也正因为如此啊 尽管它存在 纬度高气候寒冷 以及人口少 劳动力不足 等等不利条件 农业在家国经济的生产 生活当中 依旧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在这海量的移民政策当中呢 有一个叫萨市的农场酒项目 那萨市呢 是加拿大的草原三省之一 农业用地的总面地是6570万英亩 约占加拿大总农用面积的38% 那其中可耕地面积呢 是4960万英亩 农牧场以及其他占有的是1610万英亩 因此啊 它有着北美粮仓的称号 那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来到萨市投资创业啊 促进萨市的经济发展 萨市政府在2007年的时候 就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签订了移民协议 推出了萨市的审提名移民项目 其中就有这个萨市的农场主移民项目 这个萨市的农场主移民项目啊 好就好在 它结合创业和移民两个方面的需求 不仅移民申请的轮产低 而且投资创业的金额低 再加上它其中比较开放的移民政策 使得这个项目成为咱们国内很多 农业经营管理人才 移民加拿大的首选热门项目 创业移民算是一举两得 一个好的移民东道 那关于这个项目呢 有几点呢 我希望在这期的节目里给大家提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可用的资产 想要申请农场内的移民的小伙伴呢 要提供财务文件 吸引资产至少要达到50万家元 还有呢 要准备好可退还的现金存款 申请人需要签署一份履约协议 在萨市场购买并积极进一个农场 另外还需要交纳 7万5千家元的诚信存款信托 那现金的押金呢 将在申请满足协议旅行条款之后归还 那如果萨市两年内 没有达到条款的这种要求 这笔押金将被支付给萨市 那可能有人问了啊 在加拿大萨市买出农场 究竟要花多少钱呢 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距离萨市卡通100公里 开车需一个小时距离 农场的价格呢 差不多是8万加便期 到几十万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不等 那土地的售价从差不多500加币 到4000加币每英亩 均用销售 农场的规模越大 价格越高 萨市的农场主义移民项目呢 既然不设投资规模 那收行人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 去决定农场规模的大效 第三点 对萨市的考察访问 申请人需要对萨市进行 至少十个工作日的考察访问活动 并且递交专门的考察报告 农场的精英知识和经验 也是相当必要的 也就是说 你需要有农场的精英管理经验 申请人需要提供证明文件 证明你自己是一个有经验的农场精英者 那官方还会通过面试进行进一步核实 当然啊 我们经常说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关于这一点 可操作的范围真的还是挺大的 第五点 就是一份实用 经过深思熟虑的 萨市商业农业机会的计划书 那计划书的投资数额呢 至少是达了15万加元 并且计划看起来是一个正式的商业项目 至少要移民官一看 你这个计划书还是有盈利空间的 不是一纸套话 应该是基于 对萨市农业条件的相关研究 咨询和正式的研究之后 出来的一个计划 是一个正式盈利性的商业项目 而不是只是满足你的业余爱好而设立的 那在萨斯卡斯文省 一个合格的农场主企业家 每年至少应该有 1万加元的收入 5万多人民币 真不算多 第六点 在萨市的这个农场主经营类别里面 打分表 它需要让你达到至少55分 所以就项目的优势而言 萨市的企业家移民 和萨市的农场主移民 是有非常多相似之处的 比如对申请人的年龄 没有显著的限制 学历和语言的要求 也相对宽松 对于申请人的家庭进次 的要求也不高 仅需要不低于50万加币 约合人民币250多万 也就是北京的半套房钱 萨市的农场主移民 有些优势甚至比萨市的企业家移民 更具有吸引力 比如没有最低的投资限制 也就是说 不设投资规模 也就没有为当地人 创造就业岗位的这种要求 而且加拿大各个省份的 企业家移民项目 目前都将转位 先办一个工签 来加拿大创业 符合条件之后 再递交移民申请的模式 在这种大趋势下 农场主项目 依然是加拿大少数几个 可以一步到位 拿风影卡的项目 这个项目值得你关注 我是市井四 加拿大移民局 法律法律顾问 21年的加拿大老移民 我们下期再见